节目在3月24号新增了55中确诊 均为220社区感染事件病例 除了一名越南人之外 其余感染者均为节目站人 这是220事件发生以来 第二次没有中国人的感染报告 本来是个好消息 但天意弄人 3月25号上午10分钟内 有两人先后死于新冠 其中就包含了一名中国同胞 这是节目在报告的手中 外籍死亡病例 也是首位在浅华人 因新冠肺炎去世 今天上午 节目在卫生部报告了 两种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包括一名节目在人和一名中国人 节目在第6中死亡个案 是一名38岁的节目在男子 这也是节目在目前报告的 最年轻的死亡病例 他于3月12号确诊 今天早上7点35分死亡 第7中死亡个案 就发生在他死后的10分钟 今天早上7点45分 一名生前在甘刀省赌场工作的 43岁中国籍无姓男子 由于肺部严重感染 在配置呼吸机后仍然无力回天 这是节目在报告的第7中死亡病例 以及手中外籍死亡病例 3月4号也曾有一名中国人 在感染了新冠后离世 当时差点成为了节目在手中死亡病例 但卫生部经检查发现 他并非死于新冠肺炎 而是过两期时安非他命致死 另外 节目在昨天新增了55中确诊病例 均属于220社区传播病例 包括一名越南人和54名节目在人 这是继3月15号之后 第二次没有中国人的感染报告 但不幸的是 大家等来的却是中国人的死亡报告 截至目前 节目在共有7人死于新冠肺炎 都是在半个月内相继死亡 最近一周更是有6人因新冠丧生 不过还是会有好消息 中国已追加对节目在的疫苗援助数量 从原来的100万剂加碼到130万剂 中国承诺援助节目在的100万剂新冠疫苗 第一批60万剂已经在2月7号运抵柬埔寨 第二批40万剂原是说会在柬埔寨新年到来之前 也就是4月14号之前送达柬埔寨 但如今恐怕还会有第三批疫苗援助 因为中国已决定加码援助30万剂 据悉 第三批30万剂疫苗很有可能在3月31号送达柬埔寨 如此一来 第三批疫苗很有可能先与第二批来到柬埔寨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两批共70万剂原住疫苗或将同时运抵 具体情况过几天便能清晰 此外 柬埔寨政府向中国订购的150万剂科技疫苗 将在明天到达金边国际机场 也就是说 短期内将会有230万剂中国疫苗支持柬埔寨防疫 收看更多节目下的视频资讯 欢迎订阅整中资讯 微信公众号和YouTube帐号 我们明天再会